他原本想当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却被逼创业 他就说是以后我不回来了 一年挂果 三年封产 这种核桃皮特别薄 上到七十岁的老人 下到几岁的孩子 包他的核桃轻而易举 就跟花生一样 一年就开了 这个核桃皮就跟花生一样 这么薄 就是靠这种薄皮的核桃 他建立了苗木 种植 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2016年的销售额达到了八百多万元 看山东省宜园县的陈燕 是如何被逼创业 包开核桃财富 欢迎收看知福镜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 要想吃到美味的核桃仁 必须先得把这个核桃壳给撬开 一说开这个核桃 那办法多了 有人用门夹 有人用石头砸 稍微讲究一点的呢 用核桃专用的这个夹子来夹 可就算是这样大费周章 核桃仁也经常会给弄碎了 干流哈拉子就是吃不上 着急啊 在山东省的宜园县有一个叫陈燕的女人 他的这个核桃非常特别啊 用手一捏呢 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剥开 他就说了 剥他的核桃啊 就跟这个剥花生一样的轻松 而陈燕就是靠着这种核桃 2016年的销售额达到了800多万元 他的核桃究竟有多神奇啊 咱们一起去看看 在山东省一元县黄山村 一到农历七月份 就会有这么一支队伍在山上来回穿梭 他们不仅拿的工具奇怪 干的事儿还让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这不 他们就对着一排树一顿打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其实 他们是在打核桃 一说起谁打核桃最好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起了一个人 核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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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陈燕 就是大家口中的核桃结 也是这片核桃林的主人 陈燕说 要向核桃打得好 关键是得瞄准位置 绿色这一节就是果饼 打核桃必须打这个果饼 要是球旁边的话 那肯定它晃 它一下下不来 而且这打核桃的杆子也是有讲究的 杆子要比较稍微壮一点 你看就像这个杆子就有点软 它这个打起来以后 它老是软 它没劲儿 所以说你看 软的这一块就把它去掉 嗯 这样 可以去掉了 看一下 这是一个剪刀剪一下 挺好 这还不好弄乱呢 对吧 没事 用一个 好 可以 把它去掉 这样 这样它就撞了 表演一下 一敲就下来了 就这样东西 陈彦打的核桃很特别 以前的老品种核桃树不仅挂锅碗 接触的核桃皮 还特别厚 在大家童年的记忆里 肯定有被核桃挤烂的门 被门挤烂的核桃仁 肯定也有想包壳包不开 想吃吃不到 着急的流哈拉子的时候 对了 肩都废了 小时候就这么吃 吃核桃也是有门夹 这个门上一般都有火 夹了一个一个的 再讲究一点的 就用核桃夹夹 光用手捏是绝对捏不开的 我试一下 啊 捏不开 陈彦培育出来的核桃皮特别薄 徒手就能包开 还能轻而易举地包出一个完整的核桃仁来 陈彦说 包他的核桃就跟包花生一样简单 这个核桃的特点就跟花生一样 一年就开了 这个核桃皮就跟花生一样那么薄 你看 一白就碎了 一包整日就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产品的那个特点 特点亮点 陈彦就是靠着这种核桃 建立了核桃苗木 核桃种植 核桃加工的全产业链 2016年 他的基地面积达到了3800亩 销售额有800多万元 当地村民提起他来 个个都竖大拇指 陈彦 你真是好人的 你真是四年八成的女种好几 你这女强人 女汉子 坚强 有魄力 有能力 这不是很女汉子吗 然而陈彦却不喜欢别人这么夸自己 我想要这个效果 就说她不能干 陈彦说她最想当的其实是家庭主妇 在家相夫教子 然而是生活把她逼到了这一步 逼成了一个打拼事业的人 那么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 2000年的一天晚上 陈彦被丈夫交到村头 丈夫张嘴说的一句话 给了她致命的打击 她说不话怎么说 我也不回来了 接着是沉默 陈彦的丈夫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她有了外遇 要离家而去 陈彦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种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 竟然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只当过家庭主妇的她 想尽一切办法来挽留这段婚姻 我想就是通过我的努力 通过我的努力就说是有车有房了 她嫁了以后感觉一个温暖的家 看到一个温暖的家 她也许是回省转移了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陈彦不得不坚强起来 从那天以后 她就寻思着怎么才能赚到钱 早在1985年 陈彦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核桃品种 老品种的核桃树 要十几年才能结果 然而这个小核桃树 第一年就能结核桃了 陈彦眼前的这棵两年的核桃树苗 就已经结了五个核桃 我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五个就黑了呢 怎么 那个是坏了吗 它就是成熟期自动开口 这个地方它就开始没水分了 它就开始发黑了 就能自己自动脱落了 跟巴黎一样 巴黎不就伤开以后 它自己脱落吗 这个核桃也是怎样 就是这个品种的特点 陈彦想 如果把这种核桃品种培育出来 肯定能有市场 于是它花了八年时间 让核桃的特性稳定下来 培育出的核桃给了陈彦惊喜 挂果枣 一年挂果 三年就能封产 而且皮特别薄 出油量还大 然而在陈彦的老家宜园县 当地种植的大多是苹果 葡萄等水果 核桃根本就推广不开 于是它离开家乡 把济南当作事业起步的第一站 它在济南承包了140亩地 作为核桃苗木基地 上山除草种树 最容易磨烂的就是鞋子 为了省钱 它只在大吉上买处理的鞋 这都是我在那个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那鞋子 这都是干活穿的 这个鞋已经断了 断了 那个时候有的时候脚都砸破了 它知道是鞋断了 省吃俭用 并没有让陈彦卖出几棵核桃苗 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来 就在陈彦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一个千万订单从天而降 原本她能从中赚一百万的纯利润 可她却选择只赚十分之一的钱 2008年的一天 陈彦在核桃地里干活 一个叫福庆林的人 来找她要订购核桃苗 福庆林一到陈彦的基地 就看上了陈彦培育出来的核桃 没有专用工具 用约翅也可以 它虾核桃用啊 这样都可以 已经有肉了 这个米虾的核桃 就打开以后特别好吃 尤其是把它那个黄一包 吃起来特别脆特别香 吃一天 最喜欢吃这个青核桃 最吸引福庆林的 还是这种核桃早熟的特点 早食早食是早结果 对我们头子来讲 早结果就相当于早熟一样 福庆林规划 四年时间要发展两万七千亩 一株核桃苗需要十二元钱 全部种上需要一千三百多万 为了表示诚意 福庆林带来了一百多万元的订金 面对这一百多万的订金 陈彦的态度却来了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 生活陷入困境的陈彦 为什么不做这一笔大订单呢 原来陈彦是怕福庆林规模太大 一下子发展不起来 所以建议福庆林直接买种子 降低成本 当时一颗核桃种子只需要三元钱 是一株核桃苗价格的四分之一 他还把核桃育苗的技术 交给了福庆林 原本陈彦能从这个千万订单中 赚一百万 这样一来 他才赚了十分之一的钱 陈彦这又是图什么呢 陈彦靠着核桃苗木的品质和实在劲 把核桃苗卖到了全国各地 甚至还出口到了韩国 经过几年的积累 陈彦已经攒了两百万的积蓄 有经济能力承包一片地 自己种植核桃了 这就是他接下来给自己定的小目标 你要不要那种 我每年都是给自己这个 领一个小目标 不像自己压力太大 因为一个女人 感觉压力太大了以后 也没用 就是既然是目标 设这个目标设得小 但是我还是该怎么努力 怎么努力 这是2010年 陈彦回到自博市宜元县 承包的一片三千八百亩的山地 别看现在 核桃树长得郁郁葱葱 在几年以前 这里是一片没人要的荒山 采访的时候 陈彦带我们去了一片 和开发前差不多的山地 你看那沙子都是这样的 你看 都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沙它没有土 就是那个细沙 细沙就像是土吧 就是去了你看 去了这处理沙底下 还是细细的沙 你是挖下多少米去 一百米它也是沙子 这就是一个沙藤 当时在一元县 已经没有可承包的地了 只剩下这片 没人要的荒山 陈彦要拿着 好不容易攒下的两百万 砸在这一片荒山上 当时大家都觉得它疯了 我从小就知道 它就是根本不找东西 去了舌头就是舌头就是大山 你得哪个地方 生不发展图 你不然船是疯了 也不知道 在这么一片沙石山上 陈彦是怎么种出核桃的呢 陈彦刚开始上山的时候 极其不适应 正是因为沙子多石头多 一到晚上 就会有一种有毒的动物出没 发现什么了 血的 它那个毒很压重 蝎子是五毒之一 尾巴上最后一截就藏着蝎毒 如果遮到人剧痛无比 严重的还会引起恶心抽搐 现在陈彦和员工 把晚上抓蝎子 当成了娱乐 这个灯呢 它是有这个紫外线 所以说你一照那个蝎子的时候 蝎子身上有灵 它就发光 发光以后就看了 又黄又绿的 特别美 不一会儿功夫 就抓了十来只 陈彦说 刚开始开荒的时候 蝎子比现在还多 可是那个时候住的房子 是用砖搭起来的 在门框上搭上块布 就当门了 一到晚上 蝎子在屋里随处可见 一不小心 就会有被遮到的危险 山上除了蝎子多 就是草多 要想挖掘机上山工作 就得先人工割草开路 干活再辛苦 陈彦也不怕 怕的是一个人的那种无助 有一次下大雨 电闪雷鸣 雨水从门口吹进来 从屋顶露下来 陈彦一个人蜷缩在床上 生怕这场大雨 把它冲走 那一晚上特别害怕 夏天的那个床上 就是老师那么抱着 抱着端着 那个时候我就想 哎呀 求求 就是求求老天 不要带 不要带这么下雨了 得下雨的话 哎呀 太危险了 因为山里的水 一旦下来的话 这个小房子就会冲塌 那个时候陈彦没有安全感 也没有人能给她安全感 所有的事情 只能自己一个人承担 在一次次的魔力中 陈彦也在一点点变坚强 陈彦希望核桃树 能够跟她一样坚强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生根发芽 在她的精心呵护下 核桃树茁壮成长 陈彦说核桃树像她 她也像核桃树 只要剪吃了 那个人也能省畅下来 也能就 这个树也是一样的 第二年的时候 就看到了希望 第三年的时候 刷毛出来了一米多 我就想要 这次 这次觉得特别欢喜 就想陈彦你成功了 就这样 自己怎样怎样的 成功了 三千八百亩的荒山 三年时间 在陈彦的手上 变得郁郁葱葱 没到农历七月份 陈彦的核桃就可以采摘了 它今年的核桃 已经到了胜果期 一棵树就能接二十多斤 三千八百亩的荒山 五千八百亩的荒山 三千八百亩的荒山 三千八百亩的荒山 她就能接到 都能接出来 三千八百亩的荒山 让一个核桃 是大核桃 三千八百亩的荒山 你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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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七十岁的老人 下到几岁的孩子 都能轻而易举地包开核桃的壳 她把核桃定价在二十元钱一斤 大受消费者的欢迎 当地很多人看到陈彦种核桃赚钱了 也纷纷种起了核桃 此时的陈彦又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新的小目标 这个小目标是她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梦 把这个产业链端起来也是我的短年的梦想 我们回首回来也是干锅上尾多 就感觉干锅上尾多这个负价值不够 就说搞设价工的话这个负价值就高了 当时陈彦在国内考察发现 做核桃油的企业并不多 于是她决定抓住这次机遇 在国内植物食用油的竞争非常激烈 大企业靠砸钱做广告来推广 然而陈彦可没有那么多资金可以投入 还是老一套眼见为实 陈彦在推广的时候 特意选择在当地人流量比较大的广场 然而陈彦一张嘴就语出惊人 我家的这个核桃油都可以生喝 可以生喝 为了打消市民们的顾虑 陈彦现场就打算给大家演示一下 生喝核桃油 而且要一口气喝下一玻璃杯 这一玻璃杯足足有二两 二两我能一会儿就把它喝下去 大豆油不能生喝 花枝油不能生喝 花枝油也能生喝 二两核桃油 陈彦一饮而尽 什么感觉 很香很香的 市民们看到陈彦的核桃油 可以直接生喝 都跃跃欲试 那么她的核桃油为什么能生喝呢 我们来到陈彦的核桃油加工厂 一探究竟 陈彦对加工核桃油的原材料有着严格的要求 陈彦选的核桃油不仅要新鲜而且出油率还得高 陈彦的核桃油之所以能喝 最关键的还在于加工的工艺 她使用的是初级生炸的加工技术 核桃油一炮而红 陈彦完成了她建立全产业链的目标 陈彦的丈夫一走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里 陈彦见到丈夫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一百多天 员工成为了她最暖心的家人 对婚姻的坚守让陈彦从无助到坚强 从家庭主妇到女强人 现在她的脸上不仅有了笑容 还多了一份坦然 陈彦的生意经啊 其实就俩字 实在 实在到为了客户着想 有钱都不赚了 她的实在还体现在 对产品品质的把控上 稍微有一点瑕疵 那都不行 正是因为陈彦的实在 让她在生意场上 每一步都走得特别扎实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 参与摇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获得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 央视网浏览查询 你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经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致富经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因为一场网恋 她从东北 来到内蒙古大草原 成了一个上门女婿 阳出南山牛北环 夏初心雨天湛蓝 她是个爱写诗的文艺青年 对杨阳一窍不通 连杨的公母都分不清楚 杨阳八年没赚到钱 2017年财富却突然爆发 看上门女婿公立评 如何破解创夫密码 迎来财富 收获爱情